我常常講一句英文就是說 一定要不要talk the talk 要walk the walk 就走該走的路 那你看到所有中美之間的那個對峙 基本上有三個層次的表現形式 一個是口頭的譴責 另外是貿易的制裁 第三個是軍事的壓制 那你看到對於台灣來講 基本上三個基本上 都某程度上跟台灣站在一起的 但你看在國際人權的問題上 在香港的問題上 基本上都是停留在第一個層次 口頭譴責 那你看到就算頒一個獎 也是口頭 也是我常常講的行為藝術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 要衍生成為對中國的壓力 光頒一個獎是遠遠不足夠的 那你看到中國有這麼多的 維護人權的人士 王宇 趙薇 董瑤穹 都是非常出色的女孩子 那你看到他們的能力是相當的高 那也是中國未來可能 有可能的希望的一些鮮活 但肯定的一點是 美國有沒有提供足夠資源給他 沒有 剛剛史板先生也說得很清楚 對香港 這個是藍理 川普是救了香港 因為當時解放軍要派到香港來增壓的 他嗆聲 中國停了 那我問你 在現在的布林肯跟拜登政府裡面 有沒有真正的落實這個事情呢 拜登政府連口頭譴責 口頭藝術都做不好 繼續在媒體面前講 President Xi 你記得在蓬佩奧的首映改為 General Secretary總書記來稱呼習的 第二個 不只是President Xi的問題 拜登說 文化上各有各的規範 每個領袖都尊重當地的文化規範 那中共就有他自己的文化 那這個是違反普世價值的一番說話 布林肯說什麼 就是該競爭的時候就競爭 能合作的時候就合作 必須對抗的時候就對抗 兩個字形容這句話 廢話 那如果說這個是外交的辭令的話 還算數 就講到好像自己很有料的樣子 各位 如果真的要落實到實處 不是跟我講這些話 貿易的制裁有沒有 OK 那個還有軍事的亞制有沒有 好 那我們盤點一下 他最近做了些什麼 我覺得說在這個層面上 有三個東西要注意 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 經濟貿易的制裁 基本上是維持原案 沒有大的變動 但隨時會被剝削掉 華為的制裁 中心的制裁 抖音的制裁 大家都看在眼裡 拜登會不會延續川普的政策 就算他現在繼續制裁 也不是他的政策 是川普時代的餘序 而且第二個地方很重要的是 從戰略清晰 因為川普時代是戰略清晰 改成一個戰略模糊的狀態 他對台灣怎麼說 拜登的一個幕僚 愛里森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那個中國首都在北京 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那你把台灣算成是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你把台灣算成是什麼 就算成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經濟體 那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著重的話 就很可怕 如果有一天台海爆發戰爭 美國是干預的話 就變成干預中國的內戰 這個地方是不得了 美國如果沒有清晰的說法 就好像蓬佩奧說 台灣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美國一直以來的一中原則 一中政策 這個才能夠有所解套 這個地方還是沒有真正的解套 而且到現在為止 蓬佩奧也在嗆話說 有可能期待訪問台灣 他甚至說 那個解除美台高官交往限制 是他任期最後最重要的一個點 希望拜登能夠派遣美國官員訪問台灣 這個地方已經嗆到很大的聲了 現在都沒有動 所以這個戰略模式還加上說 只是說我一定受給台灣一堆的武器 很多的自我防衛能力會提升 你講說加強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時候 一直講 是不是等於說 如果爆發台海戰爭 美國不會干預 你問我 現在我的研判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美國還是會干預 但是你知道有錯誤的期待給中國 就會拉升這個戰運的密布的程度 這個對大家都不利 第二方面是結盟的問題 這很重要 以為結盟就是一切 各位 結盟 高調的結盟 是為了準備好戰爭 才有結盟的必要嘛 如果你連戰爭都沒有準備好來結盟 是非常危險的 你會把事情從沒有戰爭 拉升到戰爭的狀態 川普時代做法是一種中間路線 就是說你要成立一個四方安全對話 你一個以五眼聯盟情報的交換 沒有說大家一起 哎 法國你翡翠號那個塞納河號派過來 英國你伊麗莎白女王號派過來 德國你那個護衛艦派過來 大家這樣搞的話 俄羅斯會怎麼看 中國會怎麼看 你把一些原先可以不連結的人 零成一塊 這個地方會非常的危險 Two blocks 這個是World War的一個前奏 原先川普說 他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是四年內部會爆發戰爭 但是四海歸心 在美國的那個地方下 用實力來換取和平 現在用結盟的方式太奇怪了 有人說這個八國聯軍會來 八國聯軍不要先結盟 而自然會來 如果真的會攻擊台灣的話 我相信會來 但這麼高調的挑動 這個台海的戰雲密布是不好的 納瓦羅最近是接收那個War Room 在War Room節目裡面 戰情室裡面 接收那個班農的訪問 他講得很清楚的 是中共恐怕即將對台動武 如果這樣辦的話 這樣動武的話 美國的科技產業就完了 因為製造業都在台灣嘛 他說中共的解放軍 起碼有七艘 核動力的那個潛艦 已經聚焦在南海了 中共只有九到十艘 七艘都在那個地方 非常的可怕 所以你大幅拉升 彼此的緊張局勢 其實是好還是壞呢 我覺得說有很多東西需要低調的變成高調 要高調的變成低調 這個是愚蠢的表現 也是華爾街集團跟深層國家 試圖用台面下台底下兩套東西來處理 不像川普這樣子見極旅極 有人說這個是大喇喇 不稀致 其實不是 這個才是應該有的一個態度 我希望大家明白